再來測試一下裡面的 到底是不是紅柏椅 什麼測試 我們拿這個鐵絲 稍微干擾牠一下 干擾牠 對 以紅柏椅的個性 牠很快就會衝上來了 那我站在這邊 好 有耶 蛤椅子上來了 牠上來了 有有有 假設是我們台灣的螞蟻 碰到這種騷擾的話 牠會站開 對 而不會聚集在一起 所以牠們有點像軍隊對不對 牠一直往上衝這樣子 哇 真的很多耶 這根本就是讓火蟻湧泉嘛 你知道 所以我們辨識這個是 火蟻草最好的方法 就是拿這個數字 這樣子噗它出 噗它噗它嗎 還是不要這樣子 因為這樣子火蟻跑出來 很有可能被牠咬到 太危險了 基本上我們看到 這樣掃山丘的這個土堆的時候 牠就很可能是 就要趕快通報火蟻中心 喂 那像牠們這樣出來的那些火蟻啊 有分什麼等級嗎 我們現在看到的火蟻 全部都是公蟻 公蟻呢 專門就是負責出來找食物 除蟻草 照顧蟻後跟幼蟲 都是公蟻就對了 對 在火蟻的族群裡面呢 公蟻跟兵蟻是沒有平顯的區分 所以牠們都是做一樣的工作 那除了這個 屬於勞役階級的公蟻之外呢 還有一個生殖階級的 雄蟻跟雌蟻 雌蟻就是我們常說的蟻後 嗯 蟻後跟雄蟻呢 都是在草的深處 平常是不會出來的 所以就是說大咖都不會出來就對了 遇到問題的話都是那些 小弟就這樣跑出來 危險就攻擊 要順便採集食物這些的 那那些蟻後 就乖乖的待在裡面這樣子 很安全 生殖蟻當中 以蟻後的身分最特殊 也是火蟻裡頭最重要的生產機器 一隻蟻後 每天可以產下數百顆到數千顆卵 每隻蟻後的壽命大約是6到7年 搭... 算一隻蟻後這一輩子的產卵數 根本就是破表了嘛 小鐘你看 那有一個更大的蟻丘 真的耶 好大喔 對 雲鐘啊 像為什麼這麼多人會怕這紅火蟻 被牠們咬到到底會怎麼樣 我們一般人如果被火蟻咬到的話 會起水泡 然後會又癢又痛 可能要一個月之後才會好喔 紅火蟻體內的毒蛋白是攻擊的武器 被紅火蟻攻擊30分鐘之後呢 皮膚會明顯的起了過敏的反應 如果本身就會對紅火蟻的毒液過敏 可能就會有致命的危險喔 牠對生態會不會有什麼影響啊 影響也很大 附近的小動物啊 昆蟲啊 要是碰到火蟻的話 都會被牠吃掉 甚至土裡面的蟲蟻也是牠的食物 紅火蟻的猛烈攻勢到底影響了哪些動物呢 先來看看誤入火蟻潮的蟲蟻會有什麼樣的下場 嘿嘿嘿你看你看 紅火蟻衝上前去了 踏上蟲蟻猛烈的攻擊 只見那個蟲蟻一扭一扭身體 做垂死的掙扎 而不一回就完全沒有招架之力 只能讓火蟻大軍擺佈了 還有還有 原本活蹦亂跳的吸産 被火蟻的毒針一叮 哎呦 火動力馬上下降了 此時紅火蟻馬上趁勝追擊 用大耳猛肯蟻的大腳 中了劇毒又被五馬分射的蟲蟻 當然性命不保啦 這樣兇猛的紅火蟻 根本是台灣生態界的殺手 紅火蟻防止中心 當然要找出對付牠們的絕招啦